大家好,我是宗师傅 今天做一个早餐吃 三管浇雨粥 举一个砂锅,下五斤左右的寄来水 水开后,下100克洗干净的金丝苗米 下点正经的发生油 这样包出的粥才香 搅拌一下,防止弄底 水再次烧开后,加盖小火煲三个小时 注意,用砂锅来直接包粥,时不时就要搅拌一下 不然很容易弄底 热心烫酒帮撒好的泽鱼一条 尾部下刀沿着中骨一分为二 用刀贴着骨头,片下鱼排 小中的刀工妈妈的,大家见笑了啊 但是我会做,就是慢一点而已 就这样子切,把它取出来 鱼肉砍快 下一个盐 加水 清洗干净 然后控干水分 现在先把鱼片切了 这个鱼肉切成双飞片 什么是双飞片呢 就是第一刀不断,第二刀断 切好之后放到盘子上备用 切点姜丝 冲发 头这里拍一下 然后再切点葱发 切点辣椒串 辣椒串放入味碟里面 再放点姜丝 来点重景的发生油 再来点蒸鱼洗油 这个是蘸料是点鱼骨吃的 现在开始给鱼骨腌味 下葱白 姜丝 盐一克 胡椒粉 一点点米酒 鸡麻油 先把味道揉匀 再下一个生粉 继续揉匀 最后来点油 接下来开始制作 经过了三个小时 粥已经包好了 下鱼骨 温油的轻轻的搅拌 防止弄底 下三个盐调味 三分钟左右就熟了 鱼骨煮熟之后关火 下鱼片 撒上葱发 一点点胡椒粉 一丢丢发生油 搅拌均匀 八秒钟即可食用 包粥废弃又废食 想想还是外面漆 十块八块不算贵 吃完就去 扣靓女 朋友们 上滚杰鱼粥 做好了你学费了吗 非常的清甜好吃啊 就是太多了 我一个人吃不完 好了 点罐就不米罗小钟 带你向高速 上滚杰鱼粥技术总结 一 每种大米的性质不一样 建议用适合包粥的米来做 二 砂锅直接包粥 要隔十几分钟 搅拌一下 不然很容易浓底 三 鱼片是利用粥的高温烫熟的 切副开火包 四 做的不好仅供参考 五 以上食材及调料 不喜欢吃可以不放 我会儿 用粥的高温烫熟的